第九題,我們再麻煩一點 我們看到,這次有兩點都有一個座標 然後我們看看題目 O點,測P點和Q點 即是O點,測這兩點 分別有兩個羅盤方位角 而這兩個角都很好寫給你 打動線量器 所以這兩個角已經回應了這兩個羅盤方位角 好,然後Q點,測到P點 即是這條線 據說,測到這角羅盤方位角 也好,N,E,中間15度 也好,全部給你 好,然後O,P是45 P,Q是54 Q,測到O的羅盤方位 好,我們也要拆解這句 由Q,Q在這裡 測到O,O在這裡 即是這條線 我們要在Q畫的十字 這個我們從Q開始 測到O的羅盤方位 即是表示現在我們要找的角是 我用另一種顏色 這個角 由中間的線量 打動線量開始 測到我們想要的線量 羅盤方位角 我們已經知道了 這個肯定是N,肯定是E 只差中間的線量 而這隻角 我們也知道其中一部分是15度 剩下我們不知道的東西 其實就是三角形入面的角 我們看看這個三角形 有兩條邊給你,第三條邊是不知道的 有一隻角,這隻角應該找到的了 所以這隻角 現在就是 加上這隻角 就是兩邊兩角 應該用Side Law 好,先收拾 這隻角 我們剛才說未有,但應該可以算到的 所以其實 角 QPO 或者OPQ 就等於180度 減55度 減65度 即是60度 同樣 初中的原因 你可以不用寫 然後 我們要找這隻角 即是 先寫剛才計算的 60度 即是兩邊兩角 我們用Side Law 先看看 我們想找這隻角 叫做Side的角 OQP OQP 是對45 等於 剛剛計算的 Side 60度 是對54 即是 表示 要將45 現在除來這樣 調過去變成 Side OQP 就等於 Side 60度 除54 乘45 好,我們計算機一次過做 按下機之後 再Shift Sign 所以 OQP 大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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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 好,我們計算完這隻角 所以 可以說到 羅盆方位角 羅盆方位角 即是 分三個部分 先 先分 上下先 上面是筆,下面是藍 所以這次是N 來的 再分左右 這次這邊是E 來的 中間的角 就是我們剛剛計算的東西的合體 先是15度 再增加 46.194.00773度 所以 答案 就會是 等於N 這次 留意 我們是要最接近1度 而不是三位有效數字 所以 記得寫最接近1度 應該就是 61度 2 這就是答案 好 沒問題的話 就看第10題 第10題 真真正正的 很麻煩 因為你看到 現在有 三點 三點都各自有 各十字座標 好 先看題目 P XR OK PXR 124度 OK RXQ 254度 那就畫了 35 28 都畫了 好 先看另一件事 Q Q就是這裡 XD P 即是這條線 的真方偉角 這次比較容易 真方偉角 即是表示 只要這個角就可以 好 接著來 就是比較麻煩的一部分 這個三角形 知道兩條邊 很明顯 它引誘你用Sight Law 去做 如果扣Sight Law 就給你三條邊 所以 現在 應該是有兩條邊 我們想找一隻角 例如我們想找這隻角 應該我們還要知道多一隻角 問題 這兩隻角 怎麼算呢 我們會用很多平衡線的特性 這裡有三條是平衡線 大家都指著向北方 所以看著 第一件事 就是 上面的 這個 如果這個 124 的話 這隻 OK 例如 給它 X 這隻 就會是C字形 X加124 就會是180度 好 好 好 然後 我一次過寫完給你看 然後 你可以 計算到 這隻角 多大 好 接著 問題來了 理論上 根據 這個 C字形 我們有這條邊 這條邊 這隻角 是對這條邊 這隻角 是對這條邊 即是表示 我們用了Sight Law 無論如何 都會計算到 這隻角 但問題來了 計算這隻角 有什麼用呢 其實有幾個方法去想 我們計算這隻角 肯定題目 就是引誘我們做這件事 我們要計算這隻角 有幾個方法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 想一下究竟有什麼可以用 這個其實是一個Z形 對於Z形來說 其實這隻角 我們知道幾個方法 就給它一個名字 譬如說 Y 其實Y是 254度 減180度 就會等於 所以Y是74度 然後 我們知道 這隻是74度 所以這隻也是74度 如果我們把74度 減回我們剛剛 計算到這隻角 那你就會計算到這隻角 即是我們想要找的真方位角 有幾大 提示 就是這個 應該只有兩個位 所以請你補個0 給我 另外這次的要求也不同了 準確至最接近一度 所以答案應該是036度 然後 十分混亂 然後不要緊 我們去到B Part B Part 這次我們要求QR的距離 QR的距離 即是三角形的這條邊 三角形原本有兩條邊 現在找第三條邊 很明顯就是用 兩條邊 第三條邊 所以我們 如果想找這條邊 我們就知道 這條邊要做主項的 最簡單的方法 所以這條邊對著的是 這隻角 你要想想 這隻角怎樣找 這隻角 分了兩部分 右半部分實在太簡單了 180度減 你最好都給個名字 例如這條叫Z 好 然後另外那半邊 比較難搞少少 這半邊怎樣找 其實是一個Z 這次又用到Z 這個Z 所以 其實 會等於 我們 剛才找到的方位角 所以 你又可以給它一個名字 例如這隻叫做 W 你便知道 這隻角 即是剛剛計算到的 36.幾度 加起來 就會是整隻角 再用cos 計算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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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